羊梅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 古人看到这种梅子 认为很像一种叫做水羊子的果实 于是他就姓了羊 还有一位姓羊的人 因此很喜欢羊梅 他就是隋羊帝 羊广 隋羊帝宫里种了很多羊梅树和李子树 有一天李子树突然枝繁叶茂 隋羊帝很是不爽 可恶可恶可恶 没什么李树冒散 不把我羊梅树放在眼里吗 后来李子树和羊梅树都结了果 隋羊帝把果子送给嫔妃 嫔妃卑说 羊梅好酸呀 还是李子更好吃 隋羊帝更不爽了 可恶可恶可恶 不许刺李子 把羊梅给我刺光光 皇上别吃了 李李李李李 可恶可恶可恶 你也想做李子更好吗 李李李李家烦了 啥吗呀 国不其然 最终李渊结束了隋羊帝的统治 建立了糖厂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用法了 苹果世界里最著名的红富士 是怎么诞生的 1930年代 日本农林水山市的农民 强行做了一个媒 把来自美国福西尼亚州 翠田的国光苹果 强行许配给了 颜值很高口感绵软的 红元帅苹果 也就是蛇果 别怕我 我生吃国光的瓶子 吃国光的果 我只嫁和我一样的 国光苹果 两口子不合目 农民伯伯们的杂交工作 极其不顺利 但是时间过去30年 国光最终还是爱上了元帅 他们就剩下了 集合红元帅颜值 和国光苹果翠田的 红富士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樱桃和车离子 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 其实中国人吃樱桃 已经超过3000年了 而樱桃的跟风时代 正是大唐盛世 因为在唐代 奖励知识分子 最高的国家荣誉 就是 恭喜不白学大太子 荣获我大唐 最有文化奖 奖励就是 一颗樱桃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唐 谢谢主办方 能获得这颗樱桃 是我毕生的梦想 我真是太激动了 所以唐代文人 吃得到樱桃 那就是一个字 有面子 但试不到樱桃 还想要面子怎么办 写吃樱桃的诗啊 樱桃樱桃 我吃过 我真吃过 真吃过 你太牛了 教大家一种 穿越回唐代的 古代樱桃吃法 烙樱桃 也就是樱桃 换酸奶 但是中国本土的樱桃 太难保存了 于是19世纪末 一种各大皮厚的 欧洲甜樱桃 来到了中国 起初它的名字 就是樱桃 英文叫做 赤里 来 雷的阿富特密 赤里 车里 先生 咱还不如就叫它车里呢 多洋气啊 于是欧洲甜樱桃 就改了个听起来 就吃不起的名字 车里子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石榴在中国 象征多子多福 甜美多汁的石榴 最早产自中亚一带 当年这里 有一个安石国 汉代张千来到安石国 看到这里正值大汉 庄稼都枯萎了 张千问安石国人 这里发生了什么 没有翻译听不懂啊 看起来你们遇到了大汉 我来把我们大汉朝的 水利技术 传授给你 在张千的帮助下 安石国战胜了汉情 安石国国王 把王宫里 一种神奇的水果 送给他吃 哇 甜美多汁 这水果叫什么呀 算我没问 这种植物的花 叫做柳花 安石国的柳花果子 就叫它安石榴吧 逐渐安石榴 简称成了石榴 到了唐代 石榴成了姑娘们 最爱的水果 其中的代表 就是武则天和杨玉环 而姑娘们的裙子 也因为形状像石榴 被称为石榴裙 据说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荔枝自古生长在 我国岭南地区 西汉时期 人们发现这种美味的水果 一旦离开树枝 一日色变 三日未变 所以给它起名叫做 荔枝 之后又改名成了荔枝 荔枝实在太好吃了 但古时候的都城 大多在北方 皇上妃子们 为了吃到一口荔枝 那这是煞费苦心 比如吃不到荔枝 就闹分手的杨桂杯 一颗荔枝 能让本宝宝开心15秒 不然我就应应应 李龙鸡先生 您看着办吧 安排 快安排 于是 出领南十万伙计的宋荔枝 闹了当时的重点工厂 到了清朝 乾隆皇帝同样爱吃荔枝 福建群府发明了更酷的方法 既然荔枝里的素枝就不新鲜 那我们应该把皇帝 绑在素上 大人您说错了 我们应该把荔枝树 刨了送给皇上 1782年 福建群府献上荔枝100株 只不过一路乱晃之后 只剩下了473颗荔枝 荔枝如此珍贵 真不禁私意大发 最爱荔枝就是我 吃完我可 真上火 荔枝吃多了 确实上火 不如试一试福建老一辈流传的神奇吃法 荔枝占酱油 我是不白吃 我这是太阳荔枝 你吃的每一个乌花果里 其实都有 N之虫子的身体 乌花果其实有花 而且有一肚子花 乌花果属于榕树植物 这种植物最大的特点就是 花开在肚子里 所以问题来了 蝴蝶蜂看不见花 传不了粉啊 不 我乌花果就要变成乌后果啦 呀呀呀呀呀 但天无绝果之路 这时候飞来了一只怀了羽 正在找产房的荣小峰 哎呀妈呀 快生了 啊呀呀呀 乌花果决定驻虫为乐 让荣小峰进入了乌花果的肚子里 荣小峰在这片温暖的产房里 生了一窩瓦 然后 挖了 不 我再也不驻虫为乐了 他们的娘死了 把还得我养了 乌花果一把是一把尿地照顾下 三个月后 小荣小峰出生了 容小枫男生女生们开心的长大 在无花果肚子里谈了恋爱 怀了孕 哎妈呀 这家里真是越来越挤 已经容不下我了 于是容小枫小姐姐们 决定离开这颗无花果 寻找属于自己的产房 离开前 她带上了无花果的花粉 就这样飞呀飞 哎妈呀快生了 哎呀呀呀 又出现了另一个蛛虫为乐的无花果 大妹子大妹子来我这儿吧 于是容小枫小姐姐 进入一颗新的无花果 生下孩子 也把之前无花果的花粉 传给了新无花果 而还在无花果里的容小枫小哥哥们 他们天生没有翅膀 所以只能在无花果里孤独争了 知道 哎这无花果增甜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有一天我妈说 你看我买了几个四川兔尼斯软子石榴 呃妈 你知道兔尼斯在哪里吗 不是四川兔尼斯吗 不是四川的一个市吗 呃 兔尼斯在北非 而你吃到的兔尼斯软子石榴 妥妥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种的了 1986年 我国和兔尼斯建交 兔尼斯赠送了我们几颗当地特产的软子石榴苗 这几颗小苗很快践行了石榴多子的寓意 在我国四川河南等地扎下了根 软子石榴不是没有子 而是子温暖 嚼一嚼就可以直接吃掉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小番茄是准基因 吃多不太好 小番茄停后哭晕在厕所 咽咽咽咽咽 人家小番茄 其实是番茄的 祖宗 500年前 人们正是从一种叫做樱桃番茄的原始品种上 开始培育番茄 这种祖宗款樱桃番茄 其实就是小番茄 当全世界都接受了吃番茄 商家们就偏偏琢磨着 我怎么能搞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番茄品种呢 花纹番茄 连体番茄 金刚番茄娃 不白吃番茄 哎呀 这种东西谁会想吃啊 但他们发现了祖宗款的樱桃番茄 我突然看到了商机 瞧一瞧 看一看了 全新品种小番茄 我为它起名叫做送驴狗 一口一个 好吃不贵 价格只要普通番茄的五倍 于是番茄老祖小番茄 就被打扮成了全新萌萌大品种 圣米果上市了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百香果的 百香果 人家可是1988年就来到中国 货真价实的外来水果 可惜这货颜值实在太低 长成这个鸟样 你怎么跟人家苹果橙子火龙果拼啊 丑死了 一肚子咋谁吃啊 还自称水果之王呢 扫年 我看你骨骼清奇 想不想在水果界C位出道 我是水果之神普白果 你平时都是怎么自我介绍的呀 大家好 我是百香果 光你个头啊 谁能挤得住啊 你要这么说 我的身上有165种水果香味 132种方香物质 真是吃在嘴里香香香 大哥都能土芬芳 嗯 吃那味儿了 你都在哪儿卖啊 水 水果店呢 店你个头啊 就你那一个果子半口水 剩下一半全是杂 拿什么跟别的水果拼啊 你应该去这里 冷饮店 在这里 口感丰富 酸中带甜的百香果 瞬间化身 超级渣男 哦 苹果汁 我们真是天生一对啊 哇 喜友之 你可真是美我不行哦 哎呀 亲眼之 我们真是配脸呢 于是加了百香果的各路果汁 很快风鸣全国 哼 曾经的你爱搭不领 现在让你高攀不起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有一种吃了能让人情商变高的食物 叫做高情商食物 比如这款新品种香蕉 叫做芝麻香蕉 什么芝麻香蕉 这不就是香蕉放时间长了长黑点了吗 那你可以试一下这款爆文芒果 爆 这不就是芒果放坏了吗 哎 你别着急 我们这还有全新品种 爆炸桃 这难道不是桃子长脸了吗 哦 我还不愿推荐这款香鱼椰子 什么香鱼 这不就是椰子坏了变紫色了吗 哎 或者您看看海鲜区 我们这里有一款养勇鲁鱼 你看它正在养勇呢 呃 所以白菜坏了 你剥了外面的皮 就可以叫新款巨型娃娃菜 香菇放腻了 你可以叫半干香菇干 鸡蛋放坏了 你可以叫副头投掷专用蛋 鸡爪放烂了 你可以叫长途跋舌走烂鸡爪 是不是还得长长下呀 这种命名 当个玩笑叫做高情商起名 实际都是误导消费者 就是不诚信经营 和消费者玩高情商 奉劝这些商家 还是本本分分 做个老实人吧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中国的吃瓜群众 一个夏天 要吃掉161个西瓜 占了世界的70% 不过西瓜 从植物学来分类 居然吃个蔬菜 西瓜和南瓜丝瓜 黄瓜哈密瓜的老祖子 是个葫芦 我是葫芦克老祖 葫芦克老祖 一颗藤上恩格娃 他的北非 生出了一大群 各不相同的寡娃子 不过相同的是 他们都有毒 把古埃及人毒得够呛 但恶迹眼的古埃及人 并没有就此放弃 我毒死了 还有儿子 儿子毒死 还有孙子 孙子孙孙 无穷尽也 于是他们居然活生生地 把这群歪瓜 一个个培养成了出色的蔬菜水果 西瓜从非洲来到中东 又从西域 传到中华大地 所以起名西瓜 112今年靖康之变 徽宗亲中两个皇帝 都被金人掳走 1129年的南宋 一个叫洪浩的官员 奉命去和气焰嚣张的 金国一合 顺便看看 能不能把徽宴俩皇帝要回来 结果得罪了金国元帅 完颜纵汉 被扣在了一个叫做冷山的 鸟不拉屎的地方 但在这个地方 洪浩吃到了一种 从西域传来的西瓜 15年后 洪浩被释放回了南宋 偷偷把西瓜种子 带了回去 皇上没带回来 倒是让南宋 一下子成了 吃瓜大国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吃过维生素C含量 超高的水果吗 比苹果高100倍的那种 这就是猕猴桃的弟弟 软枣猕猴桃 嘿嘿嘿 这不行啊 苹果大哥 这种翡翠一样的 绿色小果子 早已在新西兰 成了超级明星水果 它还有个洋气的名字 叫做奇异梅 其实这货 和他表哥猕猴桃 去了趟新西兰 就改名叫奇异果一样 它们都是 土生土长的 活过水果 奇异梅 没有表哥猕猴桃一样 浑身都是毛 它一个绿色大光头 上面 居然还有一个发型 嘿嘿嘿 我头发比你浓密 哎呦呦呦呦呦呦 咬开奇异梅 笔面和猕猴桃非常像 但口感更加甜蜜 还有淡淡的薄荷清香 最厉害的是 身材不过草一样大的奇异梅 居然是人类已知 营养密度超高的水果之一 这就证明了一句话 想要营养上的卷 就得浑身有点绿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榴莲有一个可怕的外表 榴莲的味道让很多人疯狂 但有些是这样的疯狂 可怕臭死了 有些是这样的 吓死了 榴莲是明朝传入中国的 把它带回国的 这是下西洋的正和 甜美好吃 这次叫人榴莲啊 这叫它榴莲吧 如今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榴莲 大部分来自泰国 泰国榴莲价格不贵 细味不浓 很适合出厂者入门 但作为高级的榴莲粉丝 真正的榴莲天堂 是他 马来西亚 这里的榴莲不会催熟 只有在成熟后掉落的才会使用 马来西亚的榴莲 目前只能冷冻进入中国 而其中最受欢迎的 就是底部有五星标志的 猫山王榴莲 猫山就是果子里 据说果子里 会在这种顶级榴莲面前兴奋不已 如果是顶级榴莲吃货 专门飞一趟马来西亚 这位吃榴莲 也是不为过呀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了 有人说保存香蕉有妙招 就是把香蕉挂起来 香蕉误以为自己还在树上 所以就能保存更久了 哎不对 你是说我香蕉傻是吗 香蕉不傻 香蕉只是没脑子 怎么可能以为自己在树上 你你说我没脑子 香蕉一旦成熟 会在很短时间里迅速衰老腐败 所以全世界所有的香蕉 都是在青着的时候摘下来的 从产地青着运到你的城市 然后给青香蕉闻一种气体的乙息 别担心 这是一种自然植物激素 植物的开花结果 也是因为体内的乙息工作 于是香蕉瞬间成熟 哎 你变了 你变得更成熟了 然后来到了超市 很多地方会把香蕉挂起来销售 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成熟后的香蕉皮非常敏感 用力摩擦后会快速变黑 为了防止香蕉鼻子摩擦 就把香蕉挂了起来 跟它以为在树上没有一毛钱关系 所以既然吃不了 你非要买那么多香蕉干嘛 主人把我挂在这儿 我都熟透了 主人真以为我挂着不会熟啊 主人真是没脑子 糟糕 地心引力太强 我要掉下去了 最后只有香蕉饼还挂在绳子上了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用一个字来形容牛油果 高端 这么高端的牛油果 上一代觉得他很高端的家伙叫做 猛马象 猛马象特别喜欢吃牛油果 我觉得我有一种中产阶级的优越感 牛油果巨大的河并不能被消化 猛马象边走边吃边吃边拉 牛油果就这样越长越多 接着猛马象被人类吃灭绝了 我觉得吃猛马象 有一种中产阶级的优越感 如今的牛油果是绝对的网红 2017年 中国牛油果进口量 是2010年的1.6万倍 牛油果中的脂肪含量和猪肉差不多 是很多水果热量的3倍 但牛油果中的饱和脂肪含量很低 在这方面极其健康 因此牛油果可以用来代替其他脂肪来源 但最健康的使用方法就是一个字 别太多 我是不白吃 我这是太有文化了 凤梨和菠萝的血缘关系 是水果店最大的慰解之谜 1492年 哥伦布驾着大船 来到了中南美洲的热带岛屿 他发现印第安人最爱吃的水果 就是这种 奇怪的果子 老哥把这货带回了欧洲 100年后 葡萄牙人又把这货带到了 我过到东南沿海和中国台湾 而此时 一场兄弟分离的悲情故事出现了 来到大陆的这种水果 被人们带到了佛堂 抬头一看 哟喝 这货居然跟佛像发型一样啊 就从佛经上给你起个名字 菠萝 而来到中国台湾 人们一看 哟喝 最后居然有一个绿色的凤尾 那就叫它凤梨吧 就这样 双胞胎兄弟 一个姓了波 一个姓了凤 但其实 小波和小凤完全是亲兄弟 一毛一样啊 波哥哥 凤弟弟 而如今 当年的小凤经过改良成了新品种 口感确实和传统的小波不太一样了 但他俩真的是一种水果 区别还赶不上红苹果和黄苹果大呢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柠檬几乎可以毫无疑问的拿下 酸了巴基联盟盟主的地位 这家伙是个绝对的混血儿 老爸是香园 老妈是酸橙 亲上加亲 酸上加酸 出现了这个酸果子的极品 早在公元一世纪 柠檬就来到了欧洲 而欧洲人对柠檬的态度是 太难吃了 七世纪柠檬又来到了中东 中东人的态度是 太难吃了 而柠檬的翻身是因为他救了人的命 十八世纪 英国海上贸易发达 但海员长期出海 很多人患上了坏血病 海军军医詹姆斯林德说 我也搞不懂这四个傻病 不如让每个人都喝不同的东西 总有一个冷起笑 你喝苹果醋 你喝海水 你喝牛肉汤 这家伙欠我五毛钱 给他喝我的洗脚水 哎哟哟哟哟哟哟 其中一个病人喝到的是柠檬汁 居然很快痊愈了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维生素C这个概念 其实人体内的蛋白质都比较喜欢毒素 只有维生素C能把它们连接起来 保障体内的蛋白质正常工作 柠檬中的维生素C就是这样救了船员 柠檬也就很快风靡了全世界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姑娘们总是怀着某种目的 爱上了吃木瓜 但木瓜其实是一种非常奇葩的 阴阳瓜 一开始人们培育木瓜 发现木瓜树有的是雄性 有的是雌性 雄性木瓜树只负责开雄花 而雌性木瓜树开雌花 还要生出小木瓜 左边是老公 右边是老婆 让他俩在这里 羞羞的创造小木瓜吧 结果过了几个月 老婆树上果然接满了木瓜 什么 老公树上怎么 怎么也接满了木瓜 人们终于发现 木瓜这会儿的性别 一共有五种 有开雄花的雄性 有开雌花的雌性 还有一种一般雄性 一般雌性的奇葩两性花 还有长着两性花 居然又开出了雄花的雄性 和开着两性花 居然又长出了雌花的雌性 而且不同性别之间 还能变来变去 这也太随性了吧 但是吃后我们发现 两性花生出的木瓜口感最好 至于木瓜 能不能和传说中一样 心理作用了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在这个颜值及正义的时代 你唯一还能深爱的丑八怪 就只有丑菊了 丑菊心里很受伤 我明明有名字 为什么还要叫我丑菊 我没有自尊的嘛 你名字叫啥 不知火菊 啥 火啥 丑菊几乎是在十几年前 突然出现的 很多人说 海马这么好吃 肯定是转基因 那么多基因给你转 1972年 日本农民进一步发扬了 橘子家族 怎么杂交怎么有的精神 没想到杂交出了一个丑八怪 什么 我感觉我好像绿了 你看他那颗痴 还能是谁的重 没想到 这个丑八怪的口感 居然惊为天人 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菊子 斯巴拉西 所以丑菊引进我国之前 人家早就在日本 活了三十年 但是这祸一天遮白丑 所有水果都开始拼颜值的时候 这祸居然走出了一条 越丑越好吃的 逆袭之路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其实所有人 对芒果都过敏 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 有人吃完 肿成大猪头 但大部分人 啥事没有 真好吃 芒果会过敏 因为它属于基础科 这祸浑身上下 都有刺激物质 一言不合 就和你的皮肤干架 但想一想 芒果这么香甜 我就原谅你吧 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芒果脑残粉 是唐僧 也就是玄奘法师 当年他到印度 公费旅游 不取经 收索员到而来 快给收索上一车 我们找开神国 航三档经理9981男来到这里 居然就是看他们手推车上演杂技表演吗 我来取的难道是神经吗 要不我们还是抓紧取经 别急别急 你看你孤身一人 这种神国的话代表爱情 去了之后就能找到女朋友 哥们 在一路上有多少女妖精 一个王女神仙要跟我谈恋爱 我要是请一本导女朋友 路程调查 该来取经了你们吧 什么味道 这么香 金黄色的果肉 滋滑香甜的口感 这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天主的芒果事业 哦 平常从东土大唐而来 何来求取芒果粽子自负 当所谓喜天求来大芒果 大唐首富就是我 我吃不快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吃菠萝 为什么要泡盐水 因为菠萝底里有蛇 菠萝都被蛇咬了 泡盐水能解毒 这都妥妥是错的 其实人家菠萝小心思玩得溜着呢 我挡出美味的果子 动物们就更爱吃 吃完用便便就可以帮我拨走 但是细脚慢烟可不行 咬碎了粽子 我岂不是绝了后了 所以菠萝给自己里面搞出了一种菠萝蛋白霉 这种东西人们经常用它来做嫩肉粉 肉都能给你搞分解变嫩 何况你的小嘴嘴 所以这种煤会让你吃菠萝的时候感觉口腔刺痛 我脆弱的口腔可不想被嫩掉啊 这时候某专家说 盐可以让菠萝蛋白霉失效 原来如此 快我们要用盐水泡菠萝 但人家专家还有后半句 但我说的盐是指化学角度复杂的金属离子化合物 和食盐没有一毛钱关系哦 至福的我们还不管那么多 所以盐水泡菠萝该扎嘴还是扎嘴 只不过俗话说 要小甜加点盐 淡淡的咸味 能让水果的甜味更加诱人 菠萝用盐水一泡 哟喝 好甜啊 专家说的过人靠谱 菠萝泡盐水的吃法 一个名义传十 十传十四亿 成了人人皆知的伪知识咯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杏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 古时候人们感谢医生大夫 常常要送上杏林圣手的牌匾 这就要说到三国时期的五国 有一个名医 董凤 董凤看病非常个性 我看病不骚现金 没问题 人我骚哪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被我自豪的人 请在我门外 种三棵杏树 如果我只是小病 种一棵也是可以的 嘿嘿 哎哥们儿 你也来种杏树啊 那可不咋的 董大夫治好了我的脑残 太感动了 呦呦呦 我特意来种三棵杏树 哥们儿 你这疗程应该还没结束吧 药可不能停啊 于是过了几年 董凤家周围 已经有了一片姓林 董凤又说 性丰骚了 大家可以用米来换我美味的幸吃哦 于是董凤又收来了一堆大米 董凤又说 来来来 卖米啦 卖米啦 然后董凤把赚来的钱 统统捐赠平民 就这样 性临胜手成了医术高超 医德高尚的代名词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小时候爸妈买水果 都是一大香 一大大 当年我们不是还得意 国外西瓜半个半个满 苹果都吃不起 水深火热呀 哈哈哈哈 结果 如今西瓜五十一个 大苹果十块一个 丑局九块一个 连香蕉都要三块一根 我小学毕业已经实现的水果自由 大学毕业后居然成了热点话题 然后看了看自己 离各种水果自由 还有一万米自由泳的距离 家庭贫寒 告辞 其实这么多年 果农出手的价格并没有特别大的增长 但城市消费者的要求 确实高了很多 水果要好看 一点磕碰都不能有 大小要一致 包装还要上档次 于是这边开启了各种精品水果专营店 这其中的损耗 物流 房租 水电 加盟 人力 各种包装成本加起来 啊 我说了 家境贫寒 告辞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有没有想过 鸭梨和鸭子到底有什么关系 至少三千年前 中国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梨子 而那时候人们认为 梨是所有水果的祖宗 而且是所有水果中最高雅的存在 汉朝时期 手拿一个梨 好比今天手带一块牢 历史 拥有一棵梨树 那就是富裕的象征 拥有一千棵梨树 您就已经是 前户猴了 太高雅了 因为他太高雅 当时的国人去印度做生意 带去了梨子 印度国王对这种水果 满满都是尊重 尊称他为汉王子 就差给柯萨想头了 太高雅了 成代 梨树实在太高雅 唐玄宗李隆基 在高雅的梨园里 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 国立音乐学院 天天学唱戏 这里就叫做梨园 所以如今国粹戏曲行业 被称为梨园行 太高雅了 这么高雅的水果 古人就称它为雅梨 然后 这咋就不能继续高雅呢 一看雅梨 哎呀嘛 仙仙利头 生亚丑 亚怎么理呀 就叫它雅梨吧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名话了 香蕉 且吃且珍惜吧 因为它们可能 又快要灭绝了 为什么是又 其实一百年前 全世界吃到的香蕉品种 叫做大麦克 这种香蕉超级香甜 好吃到无与伦比 被种植到了全世界 然后 来了一场 好称香蕉癌症的 黄叶病一号 一瞬间 全世界的大麦克 集体完蛋 临终前大麦克说 我还有个亚洲亲戚 叫华娇 这家伙身体好 香蕉的香火 就传给他了 哎呀呀呀呀呀 啊 于是人们擦擦眼泪 又开始 全世界种植华娇 华娇的味道 其实远远不如大麦克 但 哎呀 偷我吃吧 要啥自行吃 原始香蕉 其实里面有很多字 为了让香蕉 更加软糯可口 人们就把传统 需要繁殖的 二倍体香蕉 搞成了三倍体香蕉 人家野生香蕉谈恋爱 三倍体香蕉 再长肉 人家野生香蕉 配个种 三倍体香蕉 还在长肉 然后 和当年大麦克一样 华娇 也成了单一品种 人工繁殖的 克隆香蕉 但可怕的是 干掉大麦克的黄叶病 又来了 这次 还是黄叶病四号 目前已经攻陷 占据四分之一 香蕉产量的 中南美洲 如果无法控制 未来某一天 我们真的可能 要和黄黄的香蕉 告别了 不过 没有黄黄的香蕉 我们还有 蓝蓝的爪哇香蕉 和红红的 南洋红香蕉 哎呀 你说这么多 有完没完 香蕉到底买不买 阿姨 其实 想吃到一口榴莲 真是挺不容易的 在东南亚 果农满怀期待地 种下了一颗 榴莲小树苗 又满心期待地 浇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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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浇了五年 榴莲树终于开花了 别误会 我开花 自是因为青春期爱臭美 跟榴莲没有一毛钱关系哦 直到第八年 这货终于结果了 法特 这时候 方圆几公里的森林里 都弥漫着一股 开饭的味道 吸引来了 可爱的小松鼠 这群小可爱 每个榴莲啃几口 吃饱了 居然还往里面吁吁 在榴莲 赞错错 本松鼠到此一有 喂你这个混蛋松鼠 老子等了八年 难道就是给你 种了一个夜壶吗 有本事你下来呀 你上来呀 你下来呀 你上来呀 好不容易 剩下的榴莲 终于到了采摘的时间 果农要爬上 三层楼高的榴莲树 阿诺啊 你家的榴莲也成熟了 恭喜啊 不啊 我们相约一起去卖榴莲吧 摘榴莲 是个超级高位的职业 但是更危险的 在下面呢 上面丢下去榴莲 下面需要一个人 眼睛手快 用麻袋接住榴莲 阿康啊 我往下丢了20个榴莲 这里怎么只有19个啊 还有一个在这儿呢 别动 好啊 要不你把我连着一块卖了吧 哎呦呦呦呦呦呦 这颗历尽艰辛的榴莲 不远万里来到你的面前 被你满心欢喜地买回去 但最后 还有你闻到榴莲就发疯的老公 或者室友 用生命继续和你对抗 我太难了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有多少人超爱这个 白白的 想喵些人小爪子一样的山竹 山竹号称是水果皇后 人家都是皇后了 基本就是说明他贵 这家伙的贵完全是因为他实在太娇气了 山竹只能生长在热带江南 不行 太冷了 所以只有广东海南部分地区能种植 主要还得靠东南亚进口 果农们种上山竹树 这一天儿子上小学 结果九年后 儿子的医务教育都结束了 山竹树终于结果了 这是什么破树啊 我儿子都快长胡子了 你才长出个果子 果农准备采摘 结果轻轻一碰 哎呀 山竹就掉了 塞在地上烂了 这是什么破果子 皮这么厚有毛线用啊 果农们好不容易 一个一个手工采摘下来 用了两天时间 结果山竹腐烂了 我这些翅膀撑得中这家伙 儿子 等你研究生毕业 爸爸就能再次尝试采摘山竹了 我一定会成功的 山竹就是这么娇气 所以往往是产量大 损耗更大 运到你眼前 价格当然不便宜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甜到厚得慌 好吃到停不下来的哈密瓜 两千多年来 一直都是中国新疆地区人们的 专属美味 直到康熙年间 新疆地区哈密使者 进贡来了这种甜瓜 康熙皇帝大笔一挥 此名哈密瓜 接着哈密瓜传到了日本 日本人吃到如此美味的甜瓜 惊呼 啊 斯巴拉西 太好吃了 我们也要种哈密瓜 虽然没有新疆 那么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日本人还是精心研究 不惜一切代价 终于成功培育出了哈密瓜 日本百姓喜极而起 太棒了 我们终于可以吃到哈密瓜了 但精明的日本商家却说 等等 你们这些凡人 知道我们是怎么种出哈密瓜的吗 我们给哈密瓜 建立了超大的豪华房间 在里面24小时 冷暖气供应 每天我们还要给哈密瓜按摩 还要和他聊天 哈密瓜讲 你的梦想是什么 遮阳培育出的一颗 得知提美老 全面发展的哈密瓜 想吃 那是要拍卖的 于是在日本 一个高收入的上班族 给全家买回一颗哈密瓜 家人就知道 哎他爸你终于升职加鲜了 因为这颗瓜 大概要接近 五千块 而有两个北海道特产的哈密瓜 更是拍出了 16万人民币的价格 吓得我干净吃了一口 自己手上的哈密瓜 嗯 真甜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敢相信 香蕉 居然是非洲一些国家 一日三餐的主食 在非洲的乌干达 有一种绿色的香蕉 马托鸡 乌干达人会用香蕉叶 包着香蕉果肉来蒸 这就是当地著名的 国民主食 香蕉饭 香蕉饭酸酸的 当地人超级喜欢 一天三顿都吃不腻 甚至在乌干达的国宴里 都少不了特色香蕉饭 吃饱了还得喝足啊 乌干达人还会喝香蕉酒 人们把熟透的香蕉 捣啊捣啊捣啊捣成泥 再加上高粮 继续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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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发酵一夜 加上水 就成了乌干达著名饮料 香蕉酒 这个看起来不错呀 它的喝法也很奇葩 人们会放一大桶香蕉酒 不仅如此 乌干达人撸串会吃烤香蕉 没有炸油条 但人家有炸香蕉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有没有想过 海南街边到处都是椰子树 椰子不会掉下来砸人吗 在海南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 椰子掉下来 从来不打烤人 这还有个传说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 岛上苗族首领苗王 被自己的兄弟所害 苗王的头颅居然被挂在了树上 苗王就这么阴魂不散 又气又恨 气着气着 就把自己气成了一个椰子 所以把椰子的外皮剥开 里面的硬壳上 其实有三个小孔 那正是苗王使不明目的表情 一点都不吓人 你还没说椰子会不会砸人呢 所以有人说 椰子砸人就是苗王报仇 不过椰子砸人还真是有的 古人觉得遇上这么点倍的事 肯定是作恶遭报应了呀 才有了不砸好人的说法 海南各个城市里的椰子 人家当地管理人员 每两个月就会来一次 全市椰子大普查 成熟的椰子都摘光光 根本不留给你被砸的机会 不过野外的椰子可就没准了 据说每年还是会有大约150人 是被椰子砸去世的 在野外还是得小心呐 我是不白事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知道蓝莓和蓝牙有什么关系吗 中原十世纪 欧洲正是黑暗的中世纪时代 这时候国一国之间 只有一件正事 打上 不 会叫人挑我们的鱼 扁他 罗马人 你是罗子是马 出来跟我打一仗啊 连年战乱 人们互不堪眼 这时候丹麦有个哈拉尔国王 他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蓝莓 无时无刻不吃蓝莓 他的牙永远都是蓝色的 所以人颂外号 哈拉尔蓝牙王 战乱之中 哈拉尔蓝牙王挺身而出 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 祸稀泥 啊不 应该叫做和氏老 哎呦 我们北欧人里面 维京人最知书岛里 一文文尔雅了 对不对 啊对啊 一看就是文明人 那我们把人家的小鱼 还给人家好不好 还哪 没说不还哪 我就是帮他们养一养鱼 哎呦 罗马人是罗子是马 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一三一的外公的 二弟的旧母的 娘家大侄子 还得叫我一声大表哥呢 在他的不懈沟通下 大家都回到了谈判桌上 很多战争也因此平息 于是哈拉尔蓝牙王 就成了沟通的代名词 一千多年后 人们发明了全新的 无限沟通方式 就命名他为蓝牙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罗马人李犹耀 可以咨词